提到奥古斯丁 不少人会想起他的神学 不过他最重视的是 自己可以怎样更加渴慕神 奥古斯丁很渴求 可以与神结念 祈祷的时候 他与神说 我们受造是为了你的缘故 我们的心 会劳苦不安 直至在你的怀里得向安宁 事实上 奥古斯丁的神学和他的灵灵 是不可分割 在渴慕神以外的课程 我们会探讨奥 奥古斯丁对熟灵生命的理解 奥古斯丁不单有 祈祷读经 唱诗敬拜的神志 也对这些行动 作出神学反思 他发现 当他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 他经历到爱 带来的是思想 情感和意志上的主意 叫他意识到 这些都是神 在他内心深处的工作 盼望透过课程 和我可以反思 熟灵生命的合议 对一些基督徒 经常会有的初恋 有一个更新的理解 和让这些体会 成为转化熟灵生命实践的动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感谢观看